29号台湾中时电子报发表文章指出 民进党透过操弄所谓反中议题 在2020选举中由黑分红 刮起一阵所谓绿色旋风 让蔡英文苏贞昌满意度一度突破七成 然而由于近来绿营在纾困上的糟糕表现 以及华航证明台海军盘事件染疫事件 和防疫政治化的争议事件 绿营这波民意东风 似乎已经吹到了尽头危机乍现 文章指出根据台湾美丽岛电子报 4月底的民调 显示民进党的正向评价下降1.6% 而负向评价增加3.9% 虽然整体仍是好感居多 然而这样的趋势却有重要意涵 因为自去年11月至今年3月的美丽岛数据 民进党正向评价都呈现增加状态 所以4月出现的下降趋势 可算是反转了绿营这波半年期的大顺风 据台湾中史电子报报道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即将在5月20号展开第二任期 既人士布局成为关注焦点 在防疫优先的前提下 台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确定续任 不过副首长方面尚未敲定 由于国际经济形势面临大崩盘 绿营内部已有人主张 行政机构副首长应由具有财经专业的人才接任 台媒分析认为 蔡英文第二任期正逢疫情肆虐 此次人士布局将仅做小幅改组 苏贞昌与台当局卫生部门负责人陈时中 几乎确定留任 只有科技部门负责人陈良基 农委会负责人陈吉仲等人 将是其个人意向决定如何调动 报道称目前被外界点名异动的包括 台当局防务部门负责人严德发 主要是此次台海军敦目舰队燃疫案 遭外界指控台军一再说话 不过台军方人士的调动牵一发而动全身 且近年来人事变动频繁 蔡英文将等敦目舰队进一步调查报告出炉后 再决定是否调动 日前台湾内政部门公布 包括台湾复联会在内的42个政治团体废止立案 其中深蓝统派团体共有27个 另有少数一两个属于独派团体 外界认为民进党当局 当然不能让外界质疑砍蓝不砍绿 而且当权派新独派想和老独派做切割 所以会砍一两个根本没有在运作的独派团体 但砍蓝和砍绿实际上几乎是9比1 不成比例 对此舆论认为深蓝的思想 思维 人生价值 民族情感和文化认同 都不是政治操作可以消灭掉 所以他们不会因为据点不在而消失 而且会从台面上转到台面下 从显性转为隐性继续操作 这样绿营反而更难对付 针对目前两岸关系 新党荣誉主席郁慕明在社交网站发文指出 如今两岸只剩下红绿对决 红就是统 绿就是毒 台湾反中仇中的情绪 已经回不去用和平交流累积共识的时代 连岸必然会有对撞 我们应该在这一代就解决 不要把超过70年的问题留给下一代 郁慕明强调 既然合同看起来没有可能 我们只有被动地接受武统 再继续掩饰也只是自欺欺人 你们如果不服 大可放手 努力实现台独 大陆为统一喊出武统 你们也可以为独立喊出武统 最后打一仗决定胜负 赢了你就独 输了就投降 政治就是实力决定 29号一个由在大陆工作的台湾青年 组成的参访团 来到宁波海宁县前铜古镇游览 只是自疫情发生以来 宁波前铜古镇迎来的首批台湾青年 据了解这批台湾青年 都是来自宁波当地台企的台籍员工 不少人是第一次来到前铜古镇 疫情期间还能深入实地探访 台青们纷纷感叹授益良多 参议们的第二任期即将从520开始 民进党内各派系早已摩拳擦掌 等待派系重整 作用领导地位 如何看待民进党内将发生的 神态变化 520后正式成为参议们 副首的赖清德 是否还有机会 请关注本期热点投视 谁会是蔡英文的接任者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 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 海峡两岸 我是李红 蔡英文的第二任期 即将从5月20号开始 虽然目前正值新冠肺炎肆虐之际 但是随着后蔡英文时代的来临 民进党内各派系早就摩拳擦掌 等待着派系重整 作用领导地位 如何看待民进党内将发生的 政治生态变化呢 好 就这样一些话题 为您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台北中时电子报的社长 赖月谦先生 北京社科院台员所的 副研究员张华先生 欢迎二位 李红好 张教授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李红好 赖九州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看到现在又传出 民进党内各大派系 摩拳擦掌在争位置的新闻 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 做一下了解 据了解 目前民进党派系 大概可分为新潮流 以及非新潮流两大部分 新潮流方面 有赖清德与桃园市长 郑文灿两大帮派 非新潮流部分 则有英系 海派等 非新潮流派系 广泛上有合作关系 但这次蔡英文连任胜选后 海派来势汹汹 据绿营人士透露 蔡英文成功连任后 海派已不满足现状 正在寻找自己的出路 另外前高雄市长陈菊 在高雄执政近13年 在地方拥有雄厚资源 也培养了不少子弟兵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绿营人士曝出的 所谓的海派 这个海派是以 三立电视台林坤海为首的 那么这个海派里面 泄系的人马居多 目前在民进党内部 海派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海派它确实是一个 新兴的一个势力 当然并不是说今天才出现 它是经过一段时间的 一个积累 然后它跟谢长廷的系统 的一些在高雄的人马 进行了一个整合 由于林坤海本身也是高雄人 他就到台北来 成立了一个电视台 就是三立电视台 他把这个电视台成立以后 他原本基本上来讲 他是商业挂帅的 当然他在政治立场上 是比较偏绿的 但是后来慢慢地 发展中的过程里面 跟民进党的关系 越来越紧密了以后 这个电视台慢慢地 就被定位为绿营的 这个电视台 那他一旦被定位为 立影的电视台以后 我们看到他跟 他旗下的一些 节目的主持人也好 或者是他原来所支持的 一些原来是 这个地方的议员 后来选上 这个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等 他就形成了一股 比较大的力量 例如说徐国勇原本 也是在他的节目底下 担任主持人 后来就被蔡英文言览 来负责内部事务的 这样的一个部分 那这段时间 传出他跟苏贞昌 彼此之间的权力斗争 斗得很厉害 特别是涉及到 有关于这个警政署 署长的人事权的问题 最主要的还是在于 由于台湾的各县市的 县市的警察局的局长 的人事权不归 县市首长所管 而是归这个警政署的 署长所管 那因此呢 传出有一些地方的 县市的警察局局长 他的人事 是没有办法 调动的行情下的时候 产生了矛盾 那这里面有人认为 是跟三立的老板有关 这是没有办法经过证实的 但是在政坛中 都有这样的一个传言 所以就形成了 这个派系之间的一个斗争 那这段时间 由于谢章亭到日本去 他本身在台湾南部 他的本身的细细人马 以及在台湾北部的细细人马 他们等于是群龙无首 那目前来讲 传出他们有结盟 那么以这个林昆海 为主导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所以我们叫做海国会 也就是海派 就这样子在民进党内 成为一个新的 有实力的 有影响力的一个 次派系系统 这样的情形 又符合民进党的三头零力的 这样的一个惯例 也就是说 一个有实力派的一个派系 在民进党内 已经耀然升起了 除了刚才赖社长 谈到的海派之外 我们注意到赖清德 在5月20号之后 就要正式成为蔡英文的副手 但是之前 两个人在民进党内部 是竞争者的关系 所以说很多人 也都在关注着赖清德的动向 也就是说 他是不是真的安心于辅佐蔡英文 搭档蔡英文 帮助蔡英文去做事 还是说 他是在为自己的未来铺路 他一定是为未来 自己的政治生涯来铺路 他不可能真心诚意地 来辅佐蔡英文 因为去年 他们两个斗争非常地激烈 当然后来是为了 民进党的所谓的大局 他们两个结合到一起 然后来竞选 台湾这些领导人 变成功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 二人之间的关系 到底是如何 目前来看 如果赖清德聪明的话 他应该是说 要好好地跟蔡英文合作好 然后推动台湾的发展 但是很多事情 可能并不如他预期的那样 因为目前民进党党内的生态 是非常地复杂 刚才我们介绍了海派 实际上包括新潮流 包括郑国会等等 这些派系实际上都在为 2022 2024年进行超前布局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内部的派系斗争非常激烈 更何况赖清德 虽然属于新潮流系 可是在去年跟蔡英文的竞争过程中 新潮流系基本上是导向蔡英文的 所以赖清德是新潮流培养的 可是他现在跟新潮流之间的关系 似乎有一点点隔膜 所以他现在赖清德 最大的问题就是 背后没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 派系的支持 是他未来要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挑战 那接下来 他成为台湾地区副领导人之后 他关键的要看 他跟蔡英文的关系处得如何 更在于说蔡英文会给他授权多少 因为按照台湾地区的惯例 副领导人是没有非常大的持权的 如果说蔡英文没有授予赖清德 过多的权力 那么就代表着赖清德 不会有所作为吗 依据赖清德个人的这种性格 有没有可能他成为台湾历史上 一个非常另类的台湾地区副领导人 他一定有这方面的企图 他之所以成为副领导人 他就是想利用这个职位 为自己将来的下一次 尤其是2024年能够做一个剑脚石 或者说赢在起跑线上 这是他的内心的盘算 那蔡英文会不会给他这么多权 这不好说 因为这二人之间的梁子 已经非常深了 可是蔡英文不给 那赖清德就不要吗 那也不会的 赖清德一定是主动作为 所以他最佳的策略 就是一定要排好他的政治领导 也就是蔡英文的这个关系 然后让蔡英文给他一定职权 然后他用这样的职权 培养自己的一个小团队 或者说干出一点事情来 这样下一次才有可能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的一个候选人 那么除了赖清德值得关注之外 我们注意到 郑文灿也被视为是赖清德未来一个非常有力的竞争对手 为什么在民进党内部 大家会把郑文灿视为是赖清德的竞争对手 郑文灿实力很强吗 那么同属新潮流系的两个人 有可能在接下来展开激烈的竞争吗 赖清德跟郑文灿虽然同属于新潮流系 但是这两个人的个性是决然不同的 而且是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 赖清德是有灵有角 他在从以前到现在 他的个性一直没有改变 也就是说他是比较坚持他自己的理念 而且他的意志也是很坚定的 那他在跟任何人的一个磋商周旋的过程中 他本身的性格是比较鲜明的 因此他过去是新潮流培养的 也就是他们叫做大阿哥 就是说他就是一个接班人 但是由于在跟这个蔡英文 在上一次有关于民进党的 谁代表出来的这个部分里面 两个人有了摩擦了以后 那由于新潮流系是支持蔡英文的 所以他跟新潮流系的距离就远了 但是赖清德却有这个民进党内独派的大力的支持 特别是老独派 海独派的支持 这个在赖清德这个部分里面 他的地位基本上来讲 是比较获得老独派的这个肯定的 那郑文灿本身是很圆滑的 很圆熟的 他本身的处理事情是比较圆润的 所以他在当这个桃源市的市长的时候 他不管是国民党的议员 或者是民进党的 或是其他五党派的议员 他基本上来讲都把他处理的比较圆滑 也就是说他不会因为你是国民党籍的 县市议员你要的一些补助 或是你要的一些支持 他就不给 他每一个都给 而且他是利益均沾 更何况他本身从早做到晚 他走到很基层的经济下 我们看到本来桃源市 这个是一个国民党的相当有深厚基础的一个地方 但是现在被郑文灿处理的蓝绿的矛盾 是最不明显的 也就是说在很多的县市 蓝绿的矛盾对抗是很严重的 但是桃源的情形下 却蓝绿的对抗不严重 更何况这个桃源市蓝营的大本营的情形下 还会蓝绿对抗不严重 我们就可以知道郑文灿的处理的手段 是比他元首 他目前来讲获得新潮流系的大力的支持 获得新潮流系的大力的支持 等于是新潮流是民进党内的一个大派系 那郑文灿本身的呼声就出来了 由于在两年以后郑文灿就要卸任了 如果郑文灿在卸任之后被任命为行政部门的负责人 这个态势就摆得很明白了 也就是应该蔡英文就属意郑文灿来去代表民进党 但是如果他被调到监察部门或是其他部门的话 那很明显的郑文灿就要靠边了 所以在这段时间内 赖清德跟郑文灿两个人的角逐一定是非常的激烈 而要获得蔡英文的首肯 那当然一定要争取到赛英文对他的好感 所以我个人的推断 赖清德在这段时间内 他也一定会想办法赢得蔡英文对他的再度的信任 不过以赖清德的个性来说 要突破自己个性的一些缺点 这可恐怕不是容易的事情 即使蔡英文信任赖清德 但是也未见得会给赖清德权利 所以经过刚才二位的分析之后相较之下 赖清德如果只担任台湾地区的副领导人的话 是没有任何实权的 反而我们看到郑文灿无论是去监察部门 还是未来接管行政部门 手里是有实权的 所以说接下来赖清德的局势还是比较险峻的 那我们再来看看陈菊 陈菊近期似乎对于他的这个消息 还是比较少的 但是毕竟他也是民进党内部比较元老的人物了 所以说他的派系人马也不少 那么接下来在蔡英文就职之后 有很多位子都要重新洗牌 所以陈菊会甘于寂寞吗 现在关于陈菊的消息不多 是因为他担任蔡英文办公室主任 就是他的这个角色 实际上就决定了他的消息应该是不是很多 那接下来他的这个派系会有多大的政治能量 尤其在民进党党内的派系斗争中 会夺得什么样的位置 我个人的看法是 首先陈菊本人 他现在是担任这个办公室主任 接下来会不会更上一层楼 或者说挪一个位置 这个都有可能 但是就他本身的第一年龄 他今年他是50年的 今年已经70岁了 这年龄实际上没有太大优势 第二 他个人的企图心实际上应该没有那么强 如果他企图心很强的话 实际上他早就有机会 然后能够争取更高的位置 就是从陈菊本人的这个 未来的政治走向来看 第二个层面 那陈菊背后代表的是什么 是新潮流系 刚才我们探讨过新潮流系 他是新潮流系内的大姐大 可是他现在对新潮流的影响力 到底有多大呢 因为他现在的位置很尴尬 一方面是蔡英文的办公室主任 另一方面又是新潮流系培养的一个大姐大 如果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很和谐的时候 那没问题 相得益彰 如果蔡英文的这个 和新潮流的关系出现矛盾的时候 他到底站哪边呢 他现在选择一定是站在蔡英文这边 尤其在去年这个蔡英文初选的过程中 实际上他因为他的这个位置 得罪了很多新潮流内部的一些人 所以他对新潮流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现在我们也要仔细地观察 第三个层面 他的一个影响力在什么地方呢 在高雄市 可是如果我们仔细地进行挨个地评估的话 我们也可以发现 陈菊的这些在高雄市培养的那些子弟兵 现在出现了一个陌路的一个态势 因为陈菊一旦离开他那个高雄市之后 说白了那个地盘已经不是他的了 就跟当年陈菊把谢长廷的人码 全部缠除掉一样 只要换了这个当地的书记不太好听 换了主子 那底下基本上就互倒书身散了 所以就从这个陈菊本人 陈菊背后的新潮流系 以陈菊培养的高雄市的子弟兵来看 陈菊未来的这种动向 我们要密切地关注 但是到底能掀起多大的风浪也不好说 所以从目前来看 在新潮流系内部的风口浪尖的人物 并不是陈菊 还是赖清德跟郑文灿 那好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 虽然民进党内部派系林立 而且各有斗争 但是浮出水面的人物 无外乎就这两大热点人物 一个是郑文灿 一个是赖清德 那么这两个人似乎 也都有提前布局的意思在里面 现在就看蔡英文是什么意思了 蔡英文到底会用谁 会把着谁 未来会给谁更多的资源去培植力量 这对于他们为自己的政治铺路都很重要 所以说我们应该怎么来看蔡英文的意图 对于蔡英文来说 她当然要确保她在未来的四年 她在整个权力的运作中很顺畅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维持派系之间的平衡 彼此之间相互请杂 但是每一个人都要向蔡英文输成 所以蔡英文在这个部分里面 一定把党跟政这个部分里面交错的运用 那由于一旦获得了党主席的职务以后 她对于人事权的部署这个部分 她就拥有了很大的权力 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 她在这个政这个部分里面 不管是在民意在立法部门 或者在行政部门 或者是其他的部门 这些部门的首长都必须要养蔡英文的鼻息 所以蔡英文就控制了这个人事权了以后 她又可以在凌驾在政治上 那也就是说党政都集中一个权力 在蔡英文身上的时候 她接下来的就是让每一个派系的首脑向她书成 就不让任何一个派系独大 不让任何一个派系独大 培养拉这个派系 党那个派系 来维持派系之间的相互的猜忌 每一个人都要向她来表达忠诚的情形下 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蔡英文 这样的一个方法 才能够让她在这四年内 她的整个内部里面的政治运作 才能够顺畅 蔡英文自己的派系太弱 因此她需要其他的派系 对她的支持 这个情形下 用政治资源 获得其他派系的支持 掌握党 再由党来去影响政 这是蔡英文很有可能会做的事情 英系现在的力量还是比较薄弱的 有没有可能在英系的力量里面 去把着一些人出来 把这些老一代的人换掉 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 而在第一任期 她也是比较倚重苏贞昌的 所以说在第二任期的时候 苏贞昌也是一个热门的话题 有没有可能被换掉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把这些信息 都组合起来进行通盘的分析 实际上李虹讲的 实际上已经分析得很套了 他在第一任期的时候 他为什么用了一些 我们想叫老的四大天王这些人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天王背后都是一个派系 这是这个派系的老大 在蔡英文 刚才赖社长讲了 蔡英文本身是在民进党党内的根基不深 所以他需要玩这种派系平衡的游戏 所以把你们不论是村局 代表新潮流 苏联昌是苏系 现在的游汐坤是代表这个郑国会等等 让你们这之间互相牵制平衡 这是他的一个策略 那接下来第二任内 他会不会说 我已经坐完江山了 我会把我的很多子弟兵 然后扶上马 然后要培植我个人的一种派系和力量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 因为他一定是这么做的 马英九 之所以现在 在台湾岛内没有非常大的权势方面的影响力 就是因为他没有培养自己的人马 我想蔡英文一定不会犯这种错误 蔡英文他要培养的人 主要就是英系 英系现在势力实际上也比较强大 你如果去看台湾 这个民进党党内的这个权力分配 不论是中支委 中平委 还是中常委 英系大概都能占到百分之二十 与三十的这样一个位置 但是在英系内部 似乎没有像郑文灿和赖清德这样的人物出现 不论郑文灿还是赖清德 这是新潮流长期培养 系统培养的一个结果 蔡英文才上来没几年 他很难说能够把原来民进党内 已经被民进党内的派系 刮分的这种年轻人 或者有实力的政治人物然后给拉过来 那蔡英文到底有没有人说可以堪当大任 目前看来确实不多 所以说接下来对于蔡英文来说 如果想要扶持自己派系的人马的话 也是需要时间的 而其他派系培养出来的风口浪尖的人物 其实已经成熟了 所以说接下来有没有可能派系和派系之间进行合作 比如说英系人马和新潮流系进行一些利益的交换 然后进行合作 在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进行利益的分配 那么接下来这个派系之间的斗争会如何来演变呢 谁会成为这个布局的最大胜利者 派系的合作在民进党内是一直存在 他们是既合作又斗争 他们不断地因为需要 他们就进行了一个重新的组合 通常他们在组合的过程里面 是斗得非常的惨烈 但是他们的斗争都是在台面上斗 斗完了以后 彼此之间就开始谈地盘的问题 也就是说谁赢谁输 赢的人分大输的人分小 但是民进党的斗争 他们玩的方法不是赢者全拿 他们是赢的拿大步 输的拿比较小一点 那赢的人他最终如果说选举胜利了 他们一定会按照他们的当时的承诺 那么分配给这个小的人 他应该得到的 在未来民进党的权力斗争里面 他们一定是派系之间的 不断地既竞争又合作 新潮流跟这个英系的合作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因为现在蔡英文掌有所有的大权 所以你要在政治上成为他的继位者 或者是获得最大的政治利益 当然要跟英系合作 这也就是英系到目前为止 是站在最有利的地位 但是英系要取代其他的派系 成为蔡英文的继任者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很低的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 对以上话题给出的解析 谢谢 谢谢李红 张教授 观众朋友 再见 谢谢 再见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也欢迎您关注央视频 和今日头条的海峡两岸官方账号 与海峡两岸报题会互动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